62岁老人弥留之际 托人想要拿回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个人物品 可银行却说什么都不同意打开 直到老人离世之后 保险箱里的东西都未能拿出来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 唐女士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 是的 62岁的唐女士病得非常严重 四期一线癌 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其他器官 基本上没有什么医治的价值了 唐女士也深知自己离死亡已经不远 于是他非常冷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趁现在脑子还清醒的时候 赶快分配一下自己的财产 唐女士的父母早已离世 他无儿无女无伴侣 在多位好友以及医院医生的见证下 他在病房里正式立下了遗嘱 遗嘱是这么安排的 唐女士在上海有一套住宅 无偿捐赠给上海某公墓 一百多万的现金 以及各种黄金、珠宝、字画、文丸等等 首先作为医药费的必要开支 余下的部分另做安排 而唐女士所说的黄金、珠宝、文丸什么的 就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这不比放在家里安全的多了呀 于是几年前 他就在平安银行那里 购买了一个保险箱租赁业务 时间是从2013年12月6日 到2015年12月6日 一年的使用费用是192元人民币 另外还有一个一次性的押金246元 在租赁条约中 对租用人也就是唐女士的开锁方式 也有明确的规定 租用人应将其指纹预留给银行 每次开箱 租用人需核对指纹后 平钥匙开启保管箱 这也就意味着 个人要打开银行的这个保险箱 要有两道锁 一道是银行留存的指纹 另一道则是自己保管的钥匙 当然以防用户丢失钥匙 银行手里也是有留存一法钥匙的 这也就是保险箱业务值得信赖的地方 他安全啊 但现在唐女士的身体状况特别差 他根本无法离开医院 更不要说亲自去银行验指纹了 于是他就交代他最信任的朋友 王先生帮忙取走保险箱里的东西 当然了 平安银行也非常能理解这种特殊情况 虽然唐女士这个时候还在世 但银行方还是很人性化的 提供了唐女士离世后 开启保险箱的方法 这也是明确的写在条例中的 第20条 租用人死亡后 需经法定程序确认的继承人 或受遗证人向出租人申请 经出租人核对申请人有关证明后 方可开启保管箱取走箱内物品 于是唐女士的好友王先生 就拿出了唐女士的遗嘱 到银行准备开启保险箱 遗嘱上面清楚写道 本人决定让王先生做遗嘱执行人 这就不对了 你是遗嘱执行人 但你不是我们银行所规定的继承人 或者受遗证人 这保险箱里的东西又不是你的 你怎么能打开保险箱呢 但唐女士 又哪来继承人跟受遗证人呢 到无儿无女 无兄弟姐妹 无伴侣 父母以王啊 那我就不管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条文条例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银行方还拿出了国家的继承法 确实法律是没有给遗嘱执行人 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 也没有相关的权利义务 更没有明确指明 遗嘱执行人就可以变成继承人的身份 来处置遗产 毕竟法律也是人制定的 有空白也很正常 于是王先生又回到了医院 在唐女士三五好友的共同商量下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能不能让唐女士写一份委托书 以唐女士代理人的身份 去取回保险箱里的东西呢 很快唐女士就写好了委托书 王先生也急忙拿到银行 结果这一次再度让王先生失望了 银行表示 委托书需要有公证才有法律的效力 于是王先生又马不停蹄地跑去公证 因为对王先生等人来说 这是在跟死神抢时间啊 唐女士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 他对王先生讲 要不然看看能不能先把保险箱里的 一只手表拿出来 这只表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财产什么的他不在乎 但唯独这块表 在他死前无论如何都想再带一次 甚至是带着他离开这个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先生非常焦急的原因 他想要完成好友最后的遗愿 然而事情总是不如人意 公证也需要预约 也需要排棋啊 这真的是急死人了 最终唐女士还是在公证前两天 暴汉离世 这下王先生就更急了 再难过之余 他还想要帮助唐女士完成最后的心愿 不能带上那块表 那就带着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 我当时还想把这个水杯一起蹲着下去 但是现在难题又来了 唐女士一死 委托书就没有用了 于是王先生第三次来到了银行 只是唐女士还在世的时候 银行就不让开保险箱 现在唐女士死了 银行不是更不给开了吗 我当时我都跟他提出来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工证开箱 我把手表拿出来 我把现金放进去 你想这多少钱 我放钱进去 其他事后面讲 我还提出一个方案 我保权 所有的责任 你银行不要付责任 由我个人来承担 你愿意承担 你先好而过 对对对 我都讲到这一地步了 所有的法律会国是我来承担 他们也不能 哎 王先生最后还是说不过银行 人家不给开 就是不给开 难不成明强啊 哎 明强 没有啦 犯法的事不能干啊 他律师最终 还是没能等到那块 心心念念的手表 只好遗憾下账 那和这保险箱里的黄金 珠宝 字画 文丸 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全都送给银行了呗 要知道 如果朱用人 没有继续缴交租金 银行可是可以根据合同条款 处理未取物品的 那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要说这个王先生 也真是够益气 硬是来来回回 跟银行打起了拉锯战 这一战 就是三年 别忘了王先生 自己也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中老年人 这一战 打得王先生 是筋疲力尽 但是王先生表示 他在内 也要帮好友 完成医院 于是 2018年 11月23日 王先生 一指诉状 直接将平安银行 上海分行 告上了法庭 随同王先生 一同来到法庭上的 除了他的诉讼代理人 也就是律师 还有两个唐女士的好友 作为第三人 也来到了庭上 我们认为被告的这个拒绝是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而被告平安银行 则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法依规办事 被告作为一家规范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内控管理制度严格 当不符合被告保管箱开箱流程时 被告出于保护租箱人利益原则 并依据平安银行上海分行保管箱租赁合同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 有权拒绝原告的开箱请求 双方陈词结束后 审判长也就是法官 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王先生取得了唐女士的遗物 那会作何处理 对啊 你说王先生干嘛啊 又没有好处 又不是跟唐女士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好友而已 办了招跟银行来来回回周旋三年时间吗 我们目前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 第一步我们还是根据他的遗嘱 给他处理掉以后 其他冲击清点以后 还保存起 这件事情也是 也由我们三个人来区别 那你们两个第三人 对现在的原告 要求开启保险箱 取走箱内物品 是否同意呢 同意 然而这时候法官 又到处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在上庭之前 法院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这封信的内容 着实炸裂 原来唐女士要捐赠给公墓的房子里 有一套名贵的红墓家具 可是唐女士离世之后 这套家具居然被王先生据为己有 这份证据的言下之意 就很直白了 王先生要获取唐女士的遗物 那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看吧 果然世界上哪有那么重情重义的人 可是法官欢迎刚落 王先生自己都还没开口 作为第三人的唐女士的好友 就先抢话了 王先生此时也是气定神闲地拿出了一份证据 这是唐女士生前写的一张纸条 上面明确地写道 这套红墓家具就是要赠送给王先生的 看来是我肤浅了 王先生对唐女士齐心可见 那就是出自一个好友的重情重义 可是意外又发生了 被告平安银行的代理律师表示 如果追踪平上判定 王先生可以打开唐女士的保险箱 那么就要求王先生先支付唐女士离世之后 也就是2015年12月6日到2018年11月的 逾期租金违约金 其次王先生还需承担 因开箱而产生的着箱费 公正费 摄箱费等费用 这真敢收费啊 其他什么费用我就不说了 银行自己也有一把钥匙啊 还说着箱费啊 一听到这个要求 你别说王先生了 我作为观众都要跳起来了 女士在去世前已经要求去开箱了 那么银行拒绝他开箱 所以就是之后产生的这个费用 是因为银行的人产生的 所以我们不愿意承担之后产生的这个费用 可不 又不是我不开箱 不是你不让我开箱吗 现在产生的费用你还找我拿 这吃相着实有点太难看了 2019年2月14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法院 针对这起特殊案件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因于本判决生效后 配合原告王先生 开启A519号保管箱 并由原告王先生 取走箱内物品 案件受理费3300元 由原告王先生付单 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拿至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幸好最终法院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王先生也仅需支付开庭的费用 以上那些不合理的收费 也由平安银行自己承担 至此 王先生背负了三年的包袱 终于可以卸下 王先生不愧是真男人啊 为了好友的遗愿 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跟金钱 而且王先生在取回唐女士的遗物后 跟唐女士的其他好友已经决定 要将她的遗产成立一个爱心基金 让唐女士的剩余遗产 都跟她捐赠自己的房子一样 都成为一笔善款 这就让我想起了近年来的一起类似事件 一个大爷想取出过世母亲账户里的存款 却被告知因使用人离世 这个账户里的存款已被作为遗产 然后要求使用人的儿子 根据银行的流程走 开这个证明开那个证明 结果开了20多份证明后 却唯独卡在了一个证明上 那就是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 没有张话啊 但户口本里本来就显示这是一家人 银行却不予承认 两人是唯一的母子关系 你还得证明你妈只有你一个儿子 没有其他的私生子 这不是倒反天刚吗 银行的规定还凌驾于 国家出台的户口本啊 已经开了这么多证明了 天天跑天天跑 两个人跑了有一个月了 就死活开不了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说咋办啊 你说说正是自己的切去不出来 这什么办法了 你还别觉得这是大陆银行的什么奇葩规定 我以前在澳门工作的老板 他的父亲就有好几个私生子 但老爷子离世时 没有立下明确的遗嘱 结果为了老爷子 所有私生不私生的儿子 都能公平公正分到老爷子生前的财产 前老板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去跟这些未见面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系 最终才能获得老爷子的财产 倒也不是说财产有多少 但是想想如果你不去搞这些证明 老爷子的财产 是不是最终就给了银行 想想就很不爽啊 所以即使好像很不孝的感觉 但如果家里老人重病还什么的 最好还是在老人清醒时 立下遗嘱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来按赞订阅 或去最新的影片 都知道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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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